关山这名代表会通过了一项重大决议 在会议当中同意从明年开始要停止收清洁费用 包括了清水公园 纵观日月亭都将不再收费 关山镇公所强调 由于临近的乡镇游客人数都不断地成长 必须思考如何把清水公园及附近的游玩景点 能够活化起来让游客重新上门 关山镇清水公园明年开始不再收取50元的清洁费 长达15年的收费措施也正式地画下据点 关山镇公所表示 父亲乡镇近年来的观光客人数不断地成长 关山镇的自行测到城市吸引游客的重要利器 独经留不住游客 最大的原因就是收取费用 让游客缺步 那虽然说我们清水公园收的是所谓的清洁费 但是对很多游客来讲 他们也是认为说 像周遭临遭 池上还有路野的一些观光景点 都没有这样收费的作业 那清水公园从20年来 从新盛到现在的比较的没落 是经过了很长的时间 那整个观山人口观光人潮的下降 也确实是一个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所以在我们整个代表会跟整个镇长的建议下面 我们是认为说 我们采取一个更为积极的方式 我们来停收所谓的清洁费用 未来的清水公园将如何营运 观山人怎么说 我们这个清水公园 其实是跟我们的还政车道是连接在一起 那整个还政车道 我们目前在规划一些路段 常常有人在提议 我们可能会来找一些路段来种所谓的开花桥木 那整个开花桥木做好的就会成为一个景点 那客委会也会给我们相当的钱 我们预期大概在民国108年 就可以把它的外观主体整个都做好 另外就是清水公园本身之内的设施来做强化 包含所谓的儿童细水设施 和爷爷气垫设施 那公所都会在这几年 努力的来把它做增设跟改善的作业 观山人一整年都有活动 还有自行车道跟清水公园 让游客停留的时间又可以加长 也能促进在地的经济发展 清水公园在评估之后将增建录营区 希望借由不收取清洁费来创造更大的产值 记者 三三看 观山正报道